在家坊中,与此金哥哥姐姐们打成一片 达威在辛亚爱心客服里的成长让妈妈意想不到 他真的想要聪明人 最后他就像他兄弟 他就在她的房间,他在遮掩 他避免跟人玩 所以我真的跟心情与爱心 他会更加信心 第二季的客服计划除了有64位新加坡慈亲 给予照顾户的孩子线上客服 随着防疫规范放宽后 还有教练会的老师 依照个别孩子情况设计活动 一对一线下交流 我们其实在5月的时候 因为CV期间 那我们开始了这样子的线上客服的计划 所以我们有其实发现 在1.0结束的时候 有一些孩子他们并不能完全的在线上 专注于学习 所以我们就有请比较专业的 也就是教练会的老师来 陪伴他们一起学习 然后也培养他们的一个 对于学习的一个兴趣这样子 为了加强英语绘画和社交能力 将教学融入孩子有兴趣的活动中 更让全家有机会一起度过温馨时光 在我们现有的时尚的援助 是比较是生活补助或者是医疗的需求 慈善教育的结合其实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关怀更加的完善 然后孩子们他其实可以受惠 发掘孩子的闪光点 志工用心陪伴和引导 孩子的成长就是最好的礼物 大爱新闻 张玉佳 戴小庆 蔡赞泽 新加坡报导